大家好,我是一天更新或者两天更新的齐小主 今天呢,咱们来挑战一下 最近呢,有好多小伙伴跟我说 让我挑战一下牢山白花蛇草水 我买这个的时候呢,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里边这五个呢,并称为史上最难喝的五款饮料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挑战一下这史上最难喝的五款饮料 看它们到底有多难喝 这个呢,就是我按大家所说的难喝程度来排序的 从一般难喝呢,依次到这边是最难喝的 但是呢,之前我有喝过这个格瓦斯 我觉得口味还可以吧,我觉得还不算难喝 它们两个可以调换一个位置 好了,现在咱们就按这个顺序来依次的尝一尝 先来尝一下这个格瓦斯 这个格瓦斯呢,看起来非常像啤酒 并且它上面还有木 它这个闻起来呢,也是跟我之前喝的那个一样 就是,像是那种啤酒里夹杂了一股酱油的味道 嗯,一股啤酒的味道,夹杂了一点淡淡的面包的味道 嗯,还是挺好喝的 现在呢,咱们来喝一下这个红型的煎酱 一股草药的味,感觉好黑暗呀 嗯,喝起来那种难闻的味,倒是淡了很多 不酸不甜的吧,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喝完嘴里呢,有一点色色的那种感觉 这是植物型的饮料 这里边也没有写着加了什么植物啊 这是水,白沙糖,搞不懂 这个是农夫山泉出的 我的天哪 我知道这个东方树叶是农夫山泉出的 没想到这个尖叫也是农夫山泉的 这五个难喝的饮料里边 农夫山泉的竟然占两个 这个农夫山泉真的是黑暗饮料界的鬼才呀 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 像大型的超市,小型的商店都有在卖这个 农夫山泉的东方树叶 哎呦 一股茶叶的那种清香味 还是非常熟悉的味道 就像是隔夜的那种茶叶水一样 它这个成分里边什么都没有 就是纯的乌龙茶跟水 我觉得如果放点蜂蜜啊 或者是糖之类的在里边的话 口味应该会很不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一个这种口味的一款茶吧 真的搞不懂 其实刚刚喝过去的这三款呢 我觉得口味都还可以接受 我觉得并没有像大家所说的那么怪异啊 特别是格瓦斯跟东方树叶 就是已经很普遍了 也不是说让大家很难接受的 但是接下来的这两款呢 嗯,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也是第一次来喝 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 咱们先来尝一下这个黑松沙士 哎呦 我的天呐,这么大的气吗 这也是碳酸饮料吧 嗯,它这个纹阵是一股药膏的味儿 就是平时咱们经常磨到的一种药膏 像是那种红花油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的天呐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红花油啊 就是治疗跌打扭伤的那种 厨的一个红花油 这颜色呢,看起来黑红黑红的 跟那个红花油也非常非常的像 它这种味道呢,还是很重的 一下子突然而然 但就是刚喝进去的时候 喝下去之后呢 就没有那种特别浓的红花油味儿了 带着一点焦糖的味道 甜甜的 就感觉是一种带有甜味的碳酸饮料 我感觉还挺好喝的 比前边刚喝过去的这三个 嗯,都好喝 可能它之所以被列入这个 五大难喝的饮料里边 就是因为它那种 空面而来的红花油的味道吧 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闻这个味儿 不会认为它是饮料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了 牢山白花蛇草水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 在网上已经算得像是臭名昭著了吧 咱们就来试一试 看看它到底有多难喝 难道它也是碳酸饮料吗 今天 今天让我洗两个澡 我的妈呀 它这个气体好冲啊 到的时候就一股那种气泡爆裂的声音 刷刷呢 跟雪碧似的 然后气体很多 然后还是透明的 闻着有一股旧报纸的味儿 还有一点淡淡的那种土的味道 这里边是放了盐了吗 有一点淡淡的咸味 感觉就像是吃了一大口的那种旧报纸一样 反正就是挺难喝的 不过这些味道呢 都是其次的 喝进来第一感觉还是很咸 它这里边有食用盐 它这里边添加了盐的成分 我看有的视频里边 其他人喝了这个之后 立马就吐了 但是我喝完之后 没有那种想吐的感觉哈 不过确实是很难喝的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前边这四个饮料 都还可以接受 只是它的味道特别了一点 至于最后这个 老山白花石草水呢 喝完它之后 我就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会有厂家去单门生产这种口味的 这个饮料 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这个饮料呢 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销售了 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健康需求来研制的一种健康的饮品 据说呢 它有节酒护肝呀 清热解毒之类等等很多的功效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这款饮料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好接受一点吧 当然不得不承认 特素的口味真的非常的难喝 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喝它了 好了 这几款被誉为史上最难喝的五款饮料呢 就试图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记得转发关注点赞咯 拜拜